所以仅仅几个时辰 天凤荀在恨自己竟不太慢 表哥 月儿与天儿什么时候回宫啊 这个没有人回答得出来 两个孩子没事 有人送了消息出来 但是他们在哪儿 同样的也是没有人知道 有了皇帝与皇后安全的消息 但天狼军与帝虎军展开搜查的面积 却是越来越大 此日谢太后急急地回了宫 皇上呢 小园子守在宫中 为太后娘娘的话 皇后遇刺 皇上昨天就出宫去找人了 什么 谢太后眉心一抿 皇上亲自去找人了 是的 皇上与所有的天狼军地虎军都出去了 就留下奴才守宫 听说皇上调动了西郊大营的人去寻人 回太后娘娘的话 今日一早 皇上有旨 让明大人带人出城寻人 这皇帝对皇后还真是深情呀 十万守城大军 她拿去寻人 若那地方还能寻到人 算那贱人命当 会选这么一个地方 谢太后自然是有道理的 她知道掉进谷里的人 不可能再生还 这一次总算是把那贱人给除掉了 谢太后的心刚放下来 又开始打探 可有太子与公主的消息传回了 并无 皇上不在宫中 奴才这边什么消息也没有 那两个小贱荣 真的是古了怪了 竟然会凭空被人救走 那救他们的人 难道真的是三有先人的门人吗 一直只听说过三有先人 可太后作为后宫女人 却是从来没有见过三有先人 更不知道他们有多厉害 没得到任何消息 谢太后回了慈宁宫 小林子 让国公爷赶紧入宫 是 就在谢太后紧张地召见郑国公时 燕凤阳又出状况了 皇后 真都操作 啥意思啊 宁宫珍看了她一眼 想出宫 燕凤阳忍不住脸热 嗯 这是好事 你内脏破裂 弱通了大便 说明恢复得很好 等一下 我来帮你啊 燕凤阳不知道 皇后要如何帮自己 先她把自己推到洞外 然后发现 她的屁股底下的床 开了一个洞 这东西也太好了吧 宁宫珍没说什么 拿了一块不一样的东西 围在了燕凤阳的腰间 然后让她的双手 撑着两边的栏杆上 把自己撑起来 我给你解开腰带 燕凤阳想说不用 和自己的双手不得空 好 燕凤阳畅通了之后 命一针再一次给她做了检查 发现她的恢复速度有点慢 如何 看来伤得太厉害了 燕凤阳知道自己伤得很重 听到这结果 她竟然一点也不担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